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开始就明年1月访问阿拉伯联合大公国UAE知识展开协调 日本企业在该国拥有的海上油田权益 有许多将于明年3月到期 为确保原油的稳定供应 安倍打算亲自前往洽商要求延长日期的权益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6日透露安倍拟赴阿联国拜访的消息 同时指出安倍为了支援阿联国摆脱对石油的依存 也想推动可栽生能源的技术合作 访问行程将根据明年1月召集的例行国会日程 以及力争尽快召开的日中韩高峰会谈之协调情况 做出最后决定 同时为肃进基础建设的出口 安倍也在考量 趁走访阿联国之际 同时访问多个都南亚国协 又称东协阿兴 成员国 报道指出 所谓油田权益是指产油国给予石油开发企业的开采 生产销售等权利 阿联首都阿布达比进海 有许多由日本企业自主开采并拥有权益的油田 日本约四分之一的原油都是仰爱阿联国进口 规模仅次于沙烏地阿拉伯安倍分别于首次执政的2007年4月以及第二次执政的2013年5月访问过阿联国 2013年5月访问时 双方确认将在能源及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同时签订了允许日本出口核电的核能协定 明年安倍的访问不仅将写商有关双方能源领域的合作 还将呼吁通过安全领域教育和产业扶植等方面强化双边关系 国际再生能源机构 阿拉大会及相关国际商品展销会 明年1月中旬将在阿布达比举行 日本政府为展现日本的技术实力 以及在福岛县推进氢能源生产的构想 正在协调派外务大臣和野太郎出席之事宜 忠喜